那么来吃一个磨鱼豆腐 这个豆腐它会滴水 我就用这个袋子拿着吃 这样子的话 不容易就是滴的身上到处都是 也比较省事和方便 它豆腐是这样 就是软软的 然后里面呢有一些辣椒 还有一些那个香料的那种菜的叶子 好那我就开动了 有一点咸味 然后有一些辣味 有一个很混合的 就像一个篝火晚会 里面还有一个 特殊的一个味道 它的口感呢 很Q弹 就像 你每一角都踩进一个半米深的一个小鲜角 就偶尔吃一下这种 虽然它没有 纯粹的水果 那样的纯净度高 然后能感觉到它的能量是 非常混合 也略微沉重一点 但是而且就是它的这个 它这个能量是有一点奇怪的 就是 就是很多种在混合 但是你不要在这个层次在留意它 就是它会有一点辣味 会让你觉得很兴奋 会有一点盐呢 就是可以补充一点盐分 然后还有它的口感也是很有趣 感觉到现在是有点变得 是不喜欢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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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玩 今天 一直没有吃东西 他也是有一点饿 他有吃过磨鱼豆腐的扣一 没吃过磨鱼豆腐的扣二 磨鱼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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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豆腐 磨鱼豆腐 很美味 所以 大家能生吃的扣3不能生吃的扣4 鞭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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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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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 就你没办法把他比喻成一个人 他可能是 很多个 然后集合在一块 所以就很复杂 听我这么说恐怖吗 那磨一豆腐就先吃到这里了